2017年6月29号,百个为你整理,各报评论,首先是中国报的评论,题目是,留声的臭钱。 刘特佐遭美国司法部点名,涉嫌挪用一马资金,买下3500万令吉珠宝,送给上个月已经嫁人的澳洲名模米兰达克尔。 对此,中国报真子曰专栏作者真子权认为,一马告诉我们,两三人撑起一台戏,刘特佐告诉我们,世上钱,何其香。 米兰达告诉我们,刘特佐的钱,好臭。 作者写道,我们常叫洋人,鬼老,但认真在查一马的是老美,西方式的监督制坑,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卑劣,无耻,贪婪。 作者指出,一马公司遭挪用的资金多达45亿美元,查到现在才有一个涉案人要站出来,告诉我们刘特佐的事, 但这些事不过是勾女风流史,可靠度大打折扣,推不倒藏进人。 作者说,一马幕后黑手呼之欲出,司法部几乎连当事人的肠子都画出来了,世上真有臭钱,司法推他们不倒的话,那就希望臭钱把他们臭死吧。 他们那么爱臭钱,一定会含笑离去。 接着是新州日报的评论,题目是,一个大马的教育,为什么马哈迪每天都要纳吉下台? 新州日报业语对床这篮作者龙耀福,分享自己被一名15岁孩子问起这道题的经历。 作者说,他当时脑海中纠结着三种各政客说过的版本,孩童一结版,马哈迪一直认为国家的财物出现很大的危机,只有换了领导人才能解决。 青少年初级版,OneNDB的管理及债务谜团成为国家的丑闻,马哈迪成立新政党岛纳吉,就是要恢复当初的那个巫统。 成人博弈版,巫统内部权力失衡,派系决斗一定要分出死活。 作者指出,资讯发达的年代,当然无法以孩童或青少年版的答案,来满足孩子每天接收的各种讯息。 虽然经常有机会接触年轻人,但是表达速度,说话内容及方式,都无法达到他们的标准及需要,而他们已经准备开始步入大专及职场,成为未来社会重要的支柱。 难怪乎,这么多没有与时并进的政客领袖被淘汰之后,总会在乌江高喊,此天之亡我,非战之罪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